我跟運鵬 從以前在立法院在行政部門 就何多無缺都要創造人民最大的權益 那現在我們兩個要選 我們兩一是靠在一起 一定兩個都要選一 那今天立鵬能夠來 我非常非常的高興 謝謝你 台北是國家門面 桃園是國門之都 台北是政治首都 桃園是經濟跟科技首都 所以本來台北市跟桃園市 就有很多在產業上生活上密不可分的關係 那我跟阿中部長過去在立法院 有深厚的作戰情緣 互相信任 我都相信彼此都是有能力 那有承擔能力 那也願意負責任的這樣的一個 適合的市長候選人 所以今天那黨團來到 幫阿中部長加油 我也認為 不管在黨團的身份上 在於北陶的身份上 我都應該來幫阿中部長加油打氣 那我也相信 再過兩天11月26號 只要大家出門投票 只要大家回家投票 就一定會贏 一定會時來運轉 然後讓台北市讓桃園市 大進化大發展 好賺啊 這次前天部長到這個文山區 景點夜市的人氣好貢獻 那傳統藍帶於綠的選區 但是群眾的選舉 滿意還是非常熱烈 那是否會增加部長的信心 我一直對台北市民 有相當的信心 昨天晚上 雖然也是下著毛毛雨 但是群眾的熱情 真的是無法打 每一個都有很多話要跟我說 要跟我表白 但是有時候時間是非常的大 真的很多 很多他的 很多媳婦人都要跟我說 但是比較沒時間 沒辦法 以後慢慢都有時間 可以這樣說 不過我還是非常的感激 所以很像大概就這樣 一直排隊不斷 不斷一直照一照一照 那我也看到大家 這種期待 或者讓我們就是說 未來 這樣 市民的期待這麼深 加上我們的責任感 我繼續要更努力 最了解喔 講話案的遠程 你也常叫他們要搭建市場最大的舞台 或是各門市民民黨新台最大的舞台 那你的比中國要是收網台大 那要不然怎麼看 舞台大 那就要有夠成熟的人來承擔了 那到底這個是一個華而不實的舞台 那還是一個細骨的一個舞台 所以我就不清楚 不過大家都各自努力吧 每一個人在選前紀念 都有不同的一個表現的方式 我們互相祝福 請問的昨天自己 報告自己非常焦慮 那時候台北八年的發展 如果情況換成不確定做什麼 就會請得到 那確實 這個是心情功 我們在八年前的時候 希望台北能夠更好 那把台北有交付給他 那八年來 他交出了一個 台北最後一名的成績單 現在擔心沒有用 換人做看看才是重要的 哦 市長昨天有呼籲大家要做敵靈魂的主人 那黃先生有說 副長是在調整他的狀態嗎 每一句話他講過的話 別人在講就是討欠 這句話我用了起碼十年以上 這句話的出處 是我們這個雅一介 第一位全面會議事長 詹女市長 他喊出了要做靈魂的主人 人是在那個時候在科技 在選舉的時候 就喊出來了 那以後我做 我非常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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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他這一句話 好 如果 站領事長跳出來說 我跑切趟他大概沒話說 那確實他是他原創 不過大家都知道 做靈魂的主人 是我們現代人 一個民主社會 大家所追求 每一個都要做自己靈魂的主人 昨天館長跟黃先生直播 他看到標題就只有標題 看到內容就有內容 我們有兩百多項的證件 我不可能每一次拿出來都翻一本書 然後每一次在證件發表會都從 講了三個鐘頭還講不完 還要請大家吃宵夜 每一次會責重點 每一個表現 像我們那個小廁子 就是我們全年齡的照顧 每一個年齡照顧 都有一個方向 那就要看到更詳細的 可能在LINE上面 可能就比較多的完整版 不過總是大家提出證件 那就是我們認真思考 將來未來要發展的方向 我們一定會明明的去做 講的這也確實是事實 講的這也確實是事實 臺灣隊歡迎所有愛臺灣的人加入 所有愛臺灣的人都是臺灣隊 我們一起來做臺灣隊 謝謝 挺身而出為臺灣這樣的一個方向 跟這樣的一個原則 是我們民進黨全體的從政原則 但是這不是民進黨的專利 我們也希望也呼籲 所有的候選人 跟所有的從政的朋友們 大家都挺身而出為臺灣 那我相信大家一起為臺灣 臺灣的力量就會更大 臺灣就會更進步 怎麼可以說趙少高說 這個你冒充小便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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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陳志忠 抗散 陳志忠 抗散 抗散